凌晨三点多十字路口 白色小型休旅车 车头严重撞凹满地碎玻璃 原来他高速狂飙突然失控 沿路撞 先把槟榔滩撞到解体 铁卷门底部变形 又把鱼缸撞成碎片 最后撞到变电箱才停下 三点多的时候 我们起来就突然听到一声 蹦一声 小休旅车就在这里 然后人就坐到车上不下来 应该是说完全没有刹车 也有可能是开车开到睡着 车祸发生在台南永康区大弯路 小休旅车失控连环撞 好险没有撞到人 驾驶腿不轻伤 但打死不下车 也不肯去医院 讲话语无伦次 但身上没有任何酒味 检方道场果然在车内搜出毒品 原来疑似毒驾 一旦确定毒驾驶 最重可关三年 或一颗罚金三十万 但这一状变电箱爆炸冒烟 线路全部射抖 整条路黑妈妈一片 早餐店完全无法做生意 最担心的是饮料变质 冷冻库食材坏光光 就不能营业了啦 东西会坏掉啦 台电人员立刻抢修 三小时内全部恢复供电 驾驶初步尿医检测 呈阳性反应 将依照毒品罪行送办 而至于是否涉及公共危险 还要进一步厘清 记者来跟张王书宏台南报道 今天晚上睡不好觉呢 跟阿比一样呢 浅眠的人呢 是不是一点点声音 就让你睡不好呢 现在阿比要推荐你这个 用喝的就能抒压的饮品 梦梦水 睡前三十分钟喝一包 就可以让你轻松无负担 现在赶快上快点购 还有优惠强好康哦 我说你轻松无负担